我那时候心里大概担心的就是 可能我的钱我投资进去的钱 就会突然间都亏光光了 大家好 配合我们的Women's Empowerment Man 今天线上就要请June来和我们聊聊 她和股市的情义节 哈喽 欢迎June 嗨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来简单介绍一下June好了 其实June在2014年的时候呢 就和她的先生一起认识了Beyond Insights 然后呢也一起开始了学习的旅程 后来加入Beyond Insights的团队 成为团队的一份子 之后呢她就开始了五年的 一边带小孩 一边工作 一边学习和一边做投资的这样子的生活 那今天为什么会邀请June 是因为June是我们公司里面 唯一一个有在trading 然后还要兼顾工作和小孩的女性 想要跟June了解一下 当初为什么会选择 学习股市投资和交易这么专业 其实我一开始就只是跟我的先生一起来 那时候是他决定要来上课 然后呢伴侣如果一起上的话 会有半价 然后我们就觉得说 这也是一个两个人可以一起学习 一起成长的一部分 那他也有可能成为我们未来的一个 财务自由的一个方法 所以也就这样跟着他一起进来Beyond Insights 然后就开始了学习的旅程 很棒耶 其实可以跟自己的另外一半一起学习 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那至少就是在生活中可以有共同的话题 是 那其实股市投资在这几年开始得到蛮多的关注 但对很多人来说还是有某方面的顾虑 比如说股市投资这方面风险会不会很高 然后我没有金融背景 我会学得来吗 会不会很吃力这样子 那其实我知道说你在开始学习之前 其实你并没有任何这方面的经验 那当时其实你是有顾虑的吗 其实说到顾虑 我想最大的顾虑也许就是跟大家很像 就是觉得投资会不会有很大的风险 这个我想可能过去是因为 你知道小时候看很多港剧 然后港剧很多的剧情 就是那种股市大跌 然后很多人就投资了很多钱 然后都亏光光 就发生很多不好的事情 这也多少造就我觉得去投资会不会很危险 然后这样子安全吗 这个公司可以相信吗之类的 我那时候心里大概担心的就是 可能我的钱 我投资进去的钱 就会突然间都亏光光了 这个真的让人蛮害怕 可是后来当你真的学习 去了解每一个步骤的时候 你会发现 当我们是有规划的去做投资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要在一瞬间亏完你所有的钱 是不太可能的 至于你说 有没有背景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呢 目前为止到目前为止 没有背景这件事情 并没有影响我的学习太多 读报表啊什么的 因为我选择的方式是不需要看太多报表的 就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那其实投资一定会有风险 重点还是回归于你怎么样去管理那个风险 没错 其实在学习这门专业当中 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我最大的收获是了解自己多一些 跟学习怎么样去做自己的决定 我觉得在投资的过程中 其实有很多需要做决定的点 比如说你要什么时候进场 什么时候退场 你要买多少数量 其实它都是一些决定 当然我知道在课程里面 也会教我们怎么去计算这些东西 可是当我真正要按那个enter 要进场的那一刻 其实心里也会有很多的声音 在对犹豫啊声音啊在乱窜 然后甚至很多时候 进场的前一秒 我还要跟我老公确认一下 请问我这样子做对吗 将近可以吗 OK吗 这样 然后就没有办法自己很好的去做决定 就需要找人来确定 对对对 更肯定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当我越来越厘清说 投资它是一个能力 那我有没有赚钱呢 我做得好不好呢 其实跟我这个人本身是没有关系的 那当我越厘清这个东西 然后越去陪伴自己的时候 我觉得我越能够在股市上 面对我各种的声音 跟自己的各种的情绪状态 我觉得这样的过程里面 让自己其实看到很多不同面向的事情 一般讲到投资人家就会直接跟 有没有赚钱这件事情挂钩这样 那我本身也是在整个环境的熏陶下 渐渐的发现 其实股市投资这件事情 本身具有非常大的学问 然后要把它像一份事业或者生意一样去经营 那其实在经营事业或生意的时候 其实你都是要做不同的决定的 那我觉得跟你的分享其实挺像 在学习的过程中 你还要去实践嘛 去积累经验 然后再优化 然后才能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 那你还要同时兼顾工作 同时兼顾小孩 特别是时间方面非常的不够用 你是怎么样去调试这整个过程的 因为其实是蛮挑战的 确实的蛮挑战的 因为要面对工作 回家要面对老公和小孩 然后小孩很小的话 永远很需要很多的陪伴 那我自己觉得有两点吧 第一个是我觉得很幸运的是 我的另一半会愿意跟我一起配合 那我真的需要去做投资的话 他会愿意负责付小孩 或者是我会选择在孩子睡觉的时候 我才去做投资这件事情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 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类型 我觉得也蛮幸运的 在这个过程里面 也没收了好长一段时间 就是自己适合哪一种类型 其实在BI有跟我们分享说 有各种不同的投资类型 有长线的啦 中长线啦 短线啦 还是那种一天进出很快的 还有不同的工具 那我在选择的时候 我后来就发现我非常喜欢做 短线的 波段的交易 就是英文我们常讲叫Swing Trader 我们非常喜欢做这一类型的 因为他的进场跟出场的时间 距离不会太长 大概几天 最长成一两个礼拜 他就结束一个 一个Trade这样 我觉得这个时间跟他需要付出的时间 对我来讲是刚刚好的 我是非常享受这个模式 然后因为他需要的时间相对短 那我就比较可以做到说 我孩子睡觉的时候 我就真的去做投资这样子 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场景 就是我很喜欢跟我的老公去喝茶 可能在喝茶的时候 我就拿起手机 看一下我的 我跟的那几个股票 就看看 今天好像没有什么星座 那就不用做东西了 那如果我跟他 今天好像有一些可以进场 那我就知道 晚上我可以来做一些东西 进场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很喜欢的节奏 你在整个过程中 已经找到了 适合自己生活模式的一个 交易的策略这样 也可以把它融入你的生活 那做起来就没有那么吃力 然后你是蛮享受的 对吧 对 好 那其实很多人 已经开始接受说 投资这件事情是一虚了 因为物价上涨 然后生活水平越来越高 再加上我们的那个存款 放在银行 不见得会增长 然后还一直贬值嘛 所以就其实有很多的女性 她们想要可以通过股市投资 赚取一些被动收入嘛 那你有什么建议 给这些想要开始投资的 特别是妈妈们 我觉得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 其实她都需要付出一定的努力 跟花时间去学习跟做嘛 这些过程 其实她都不会白白浪费的 其实不管到最后 是什么样的结果 是很可能都会有很多 意想不到的收获 所以如果你心中真的有一些想要做的事情 那我也真的很鼓励你 我们一起踏出去 那我觉得第一步最好的就是先去了解 了解到底股市是什么 那它需要花你多少时间去学习 这也是都是我们可以亲自去了解 跟厘清 然后最后才去做选择的 那其实还是那句话啦 做才会有答案 没错 想的话永远就只是在想而已 你在股市投资 这个领域其实已经有 算算一下有好几年的经验了 那你觉得想要在这条路上成功的走下去 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和心态 我觉得需要坚持才有一颗愿意继续学习的心 其实说到坚持两个字 它对我来讲也是我在这条路上最大的挑战 其实你也知道像前面你介绍我说 我2014年就已经加入了Bewon Insight 其实坚中我停了好多次 就是我开始了投资 但后来因为一些事情我又停止了 然后我又重新开始 然后我又停止了 其实这么多年 我觉得这辈子下来 我做过两件 我觉得我最坚持的事情 第一件就是我坚持自己带小孩 就步入了第六年 我也很开心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 我决定坚持做一年的模拟投资 就是FAPER TRADING 就是没有钱的 那我就真的这样做了一年 然后今年呢 就是我做LIFE TRADING的第三年 我也还在继续努力学习中 非常期待哪一天 我是可以给我零用钱 这条路它一定会有它的困难 跟它的挫折 但如果我们愿意坚持 跟继续去学习的话 也许呢 这些过去的这些挫折 它就变成了未来的养分 那让我们可以继续坚持走下去 因为停了一阵子嘛 那你之前学习的东西 是不是会用不上 不是用 不是用了 然后你好像要重新开始 去学习所有的东西 是不是这样 其实不会耶 就是其实那个知识 它就在那里 方式其实它是一模一样的 其实我是2014年学的 我到现在用的 还是2014年那时候的观念 还是那时候的方法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它都是还很适用的 就是看起来 这个这门专业 它不会过期这样 只要把它学起来 那其实可以用好久 可能甚至用一辈子 非常感谢 俊今天分享了 很多他自己的经验和想法 俊最近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要离开职场 去追寻生活的一个目标 在这里其实想要祝福俊 那希望未来的你越来越好 那我们一起加油 谢谢你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 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给我们一个like 然后还有帮忙share出去哦 谢谢大家 就是重新开卡一下 好像你讲太多 我真的觉得卡了 来 Cut 2 Action OK 来 就很卡了 OK 好 那你要重新来过吗 这里 我们去 我喝个水 好 你喝个水吧 好 这 einfach 丝 不